我們如果去紅茶,倒數好像第三道菜,還是第四道菜,一定是整體的,那種紅肉大紅 然後呢,我今天用什麼,我讓大家聞一下味道,來傳閱一下 看大家能不能聞出那個味道 你讓大家聞一下那個味道 對,聞一下,大家聞一下,記住那個味道,那你自己回去做的時候 你自己回去做的時候,不要用口水下去了 很香對不對 有,我有切兩三片蒜頭 你呢,這個,這個可以在家,先煙一個晚上 你合天再煮 那如果你是晚上煮的,你可以早上煙 如果你是晚上煮的,可以早上煙 這樣子 來來,還沒我們到齁 其實齁,我覺得做菜齁,什麼樣的菜最好吃 你開心做的菜最好吃 對,真的,真的是這樣子齁 燒心酒 對,燒心酒 對,燒心酒 它沒有黃金比例 喔,那酒不甜啊,那酒不甜啊,那酒不甜啊 對啊,就是要多上煮的這樣 對啊,就是要多上煮的這樣 一塊肉,半瓶酒 哇 通常如果你去,只要用黃酒就可以嗎 對,黃酒 對,用黃酒 如果有花雕更好 對,花雕更好 對,花雕更好 那裡面呢,我又加一些花椒粒 我加花椒粒 那花椒都不用爆,我就走 都不用爆 不要加白酒,加黃酒會比較香 不要加白酒,加黃酒會比較香 對,這個,這樣子 對,整個喔 對,整個喔 整個喔 這大風 可以嗎 趕快拍 醬油多少 來啦 醬油多 來,燙得好嗎 拍照,來 醬油 對,醬油就是 你如果是 你那個 要用杯的 要用杯 大概 用碗 用碗比較好用 碗大概是放碗 但是是乾甜的喔 吃乾甜碗 對,吃飯的碗,半碗 乾甜的 其實我們去看市面的提拔 都是過幾個來用 對 不過我們這個沒有過幾個 等一下你去吃看看 它的口感不會太溫馳 都一定要過幾個 都一定要過幾個 這個不會太溫馳 對 現在的人就是喜歡吃紅 這樣就對了 好 那一個鍋子如果煮一道料理 是不是很可惜 對不對 是那個醬油是什麼排的 我們的紅麴醬油也可以 我們的紅麴醬油 紅麴醬油也可以 我沒有加 我加一點點冰糖 紅糖 就是那種紅冰糖那種 你可以加一點 如果你的醬油是比較偏鹹的 你可以加冰糖 如果沒有 你就不用加 就一下你醬油 我醬油 我醬油 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你看這樣 這醬油 所以 送你來去幹嘛 你就問他 對 你問他醬油去哪邊買的 欸 我買得到 你其他人也都買得到 這樣 好 來 那我們今天 再來教大家一個 禮物煮一道菜 這是豬肉對不對 對 我覺得 一個鍋子只煮一道菜有點浪費 對 那我們就來蒸魚 這是挪威青魚 聽挪威刮回來的 欸真的 沒有隨便這樣講的 我們有一個挪威金銷湯在這邊 對 這個油脂非常豐富 等一下可以吃看看味道 那我底下呢 我就 我就鋪一點高麗菜 我鋪一點點 然後豆腐 跟青魚 我沒有加任何的鹽巴 因為本身深海魚的話 它就會有鹹味 它就會有鹹味 我就把它放上去 我就把它放上去 等一下大家去吃吃看那個油脂 整隻都沒有帶 對 它是新鮮的沒有加 可是它很好殺 它肚子很軟 你如果要用上買的話 就集合 我去爆整箱出來拆 那個一箱 如果等一下大家吃 有喜歡的可以去找菲利大哥 它是我們的 它只要把血洗掉就好 它其實你不用太用力氣 不要去清太久 而且新鮮 它本身有鹹味不要加鹽巴 所以你要用蒸的 對 有豆腐 這是硬豆腐 這是那個老豆腐 那種 老豆腐 沒有沒有 那個是整隻的 你如果要我殺的話 我可能要收個代手費 代殺費這樣 你要殺的話 我可以幫你殺 只是多收一個費用 因為它還要等它解凍才能殺 對 我的味噌拿出來看 這邊 你味噌 這個 因為它這個牌子的味噌 它有很多種 它有紅味噌 白味噌 然後它有這種 你上面那個白白 你可以幫我拿起來 對對對 那種米味噌 來自北海道 你就 來吃味噌 一湯匙的味噌 然後加水 跟醬油下去 混 混成這樣子 醬油要混 醬油要混 醬油一點點 因為味噌會鹹 對 味噌會鹹 那你就把它 好了齁 我要把它淋上去了 等一下起來加青蔥 你就把很多蔥花 切細末 然後加上去 這樣子就好了 等一下起來了 起鍋的時候 我們再加 齁 這道菜會很重的 這樣 對 這樣燙一下 對 那誰可以用米酒嗎 什麼 誰可以用米酒 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用米酒下去 去腥 好了齁 這個魚是醃過的嗎 魚沒有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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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味噌啊 鮮鮮的 醬油 沒有沒有 只是它 它是生海魚 所以它 有點鹹味 所以你如果要煎的話 也不用放鹽巴 等一下下去 有點知道那個有多香 如果你喜歡 吃那個什麼 滷豬腳 還是滷什麼的齁 我會建議 真的用酒滷 跟用水乳的味道 跟那個差 先用酒滷 用酒滷會比較小 好 好 先開大火 下去 你要吃鮮魚齁 它的嫩度比 醃過的還嫩很多 日常菜 完全是軟的 大家注意幫我看一下火 不然等一下 火如果熄掉之後 大家想說 奇怪怎麼還沒熟齁 那再來呢 我們再來煮那個 素食的 我們來煮素食的 來湯 我們有一個那個 塑料湯 對對對 那一個 你喜歡吃什麼菇 你就加什麼菇 青鮑菇 重點在這裡 這是新鮮 香茂 這是新鮮香茂 也有乾的香茂 我們用新鮮香茂 把它加下去 香茂煮魚啦 還是煮什麼都 煮肉也OK 然後你喜歡吃什麼菇 你就放什麼菇 辛鮑菇的蛋白質非常的多 然後再來 這是紅喜菇 我就把它加下去 對各種菇 然後紅白蘿蔔 我等一下要加一個秘密武器 湯就是先放掉 我再放 對 如果我講 上面沒有寫到的 你再把它補上去 再把它加上去 這些菇類都會出水 這些菇類都會出水 這是有鏽針菇 紅喜菇 那枸杞等一下再加 對 算它比較小顆 你沒有發現 對 對 對 有啦 好 那我們先加一點下去 之後來 我那一個椰子水 這一個香茅 我們加水再加一點椰子水 那如果你喜歡 對 那一鍋 對 如果你喜歡那種椰子的清香味 你可以去幫我加一支水 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一半 對 就是一半椰子水 一半清水 那等一下大家喝喝看那個味道 非常清聽 那因為這個 我就加適量 因為我等一下還要加水 因為這個等一下我要用椰子燒肉 這個還要留著 不要這種倒掉了 好 我先加 加椰子 可是那個綠色的 綠色的 它沒什麼椰子 你要買那個香水的 香水鹽子 它那種 人家撥好了 那種 咖啡色的 它那種椰子 它那種椰子比較多 那個也可以用來燉幾湯 好 那我就把它稍微 這樣把它撥著 再多一點好了 那個灰菁再給我 我們把它全加下去 好 不用了這樣子 這樣子就好了 好了拍完了齁 好主要就是香茅它的味道 也會比較特別一點 好了OK來 那我們再來看看 第二個呢 我來教大家做什麼呢 高麗菜捲 你就先把現在高麗菜呢 一斤有的賣 有25 45 那是會不會吃的 跟早市的價錢不一樣 你稍微把高麗菜稍微燙一下 讓它有軟可以捲 那裡面可以加什麼 可以加玉米筍 加你喜歡吃的蔬菜 然後紅蘿蔔 然後紅蘿蔔 啊這個是什麼 大家知不知道 倒安吉 對 因為倒安吉 它很清甜 它有一個很清甜的味道 那一樣 我們就是把它這樣子 把 豬腳的味道出來 豬 那是那個 好來 我們再把它 這個等一下 這給我 好 那這邊都是 我有的先把它捲進來裡面了 啊 起鍋的時候呢 我們再把它 用一點枸杞 把它擺盤 擺漂亮就好了 小湯 漂亮 這樣子有沒有經濟 用實惠的年菜 有 又好看齁 好來 我們就把它放下去 它是不是會有一些菜汁 滴到那個湯裡面 那味道更好了 都沒當味 都沒喔 一點都沒打算到 一點都沒打算到 現在 這是我們 台灣婦女的傳統美德 好 那我們這個沒有用到 乾杯 我就先把它收起來 好 酒的味道都出來了 對啊 好 它那邊滾著 那幫我轉小一下 好 那這邊呢 我底下呢 一樣 我們一定會有一些 就是譬如說我們切菜 我們會有一些青菜 我們就把豆薯 我把它用成薄片 然後最底下我就用豆腐 印豆腐 然後跟紅蘿蔔 我就下去蒸 這個有點像蒸石酥的感覺 然後起鍋的時候呢 我們如果用菠菜 菠菜小時候叫蒸鳴菜 大家知不知道 知道 對 它長大就叫菠菜 小時候叫蒸鳴菜 就是那種小時候 媽媽都會叫你整隻要吃進去 連同那個根頸都要吃進去 不然你可以買那麼多 你可以買大一點 然後呢 我們就讓它下去這樣子清蒸 讓它自然出水 我們等一下再灑我們的菠菜上去 那你喜歡的話 你喜歡炒雞 但是味不可以 它就是吃清清的 好 那我們就下去這樣子蒸 什麼 這有調味嗎 這個還沒調味 都沒有調味 這個沒有調味 你起來加一點點的鹽巴 這樣子就好 然後橄欖油淋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下面是豆腐 對 最底下是豆腐 然後再來這個是豆子 對 所以你買一顆豆腐 你就可以做兩道菜 一個是清蒸的 底下就是做高麗菜 板豆腐 板豆腐 硬的那種水分比較少的那種 有些喜歡吃軟的 你要軟的也沒關係 也可以 但是呢 就是板豆腐 其實它的營養成分比較高 好 來 那我們把它 底下有煮湯 所以我們就把它開大火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再來 再來 花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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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幾 十分鐘 蛤 現在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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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是兩點了嘛 對 藥航老師有幫我們看 好 那再來呢 好 我來教大家做一個那個什麼 欣欣香口 好不好 這道菜也非常 這道菜很好吃 非常好吃 但是非常好做 非常好做 來 鹽巴 鹽巴我已經把它打開了給我 如果你可以買到粗鹽 沒有買到粗鹽 你可以用粗鹽 這是粗 你就先把粗鹽放下去 你的鍋子 中式炒鍋 我跟你講 這個鍋子可以放六顆 對對對 好 來 我們就把它粗鹽放下去 有點像鹽烤蝦那種感覺 有點像鹽烤蝦那種感覺 好來 對 整顆 對整顆 你就把它放下去 好 不用 這樣子 它本身有水 這樣子就可以吃 這樣子就好了 對 那如果你要大的 你們家人口多 要煮二十二個人份 那一種 就可以放六顆 切薄片起來 對 你們家三顆就解決了 對 這個味道真的非常好吃 但是不要全蓋 但是不要全蓋 你可以直立式 直立式的 這樣子 洗一洗而已 它裡面有血塊 你彎一下這樣子就好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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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做菜就是這樣 那就是 有一些創意料理 你 記住 不要蓋到這個管子 這個管裡面 幫你洗 你就是這個表面的 就是把它 就是用一下 這個表面 你也可以用直立式的 用直立式的 這樣子 沒關係沒關係 你是不是 我煮飯 要這樣 可以 蝦子可以 就是那種 你買的那一種 紅蝦那一種 可以用紅蝦 這是以後 我借了紅菜單 哈哈 好啦 那我就把它蓋起來了 蓋起來了 都拍到了 那我們下去 用 我們就先用中小火下去 讓它 好 好 看你的大小顆 看看 三十分鐘 三十分鐘 有的二十五分 二十分鐘 不要小顆 對 中小火 這樣 你說 我不知道怎麼會搭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麼會搭 他就是不會 他就是不會 我們家裡一條都沒有遮 對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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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等一下完 你會說一套鍋子 真的讓你很紅蝦 真的 對啊 我不會解決 沒有啦 那你就下一代 下一代 好 來 好 我告訴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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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來 好 對 對 然後很多人都會說 怎麼樣去知道 八糕有沒有手 又一個筷子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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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齁 你在這邊調什麼比例 有時候你會想說 還不會換 這樣齁 怎麼樣去試試看 八糕有沒有手 就是筷子下去 對 對 對對對 我們再針一下 再針一下 因為他會一件齁 因為他會一件齁 一件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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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家針一下 我們再讓他針一下齁 有 有發了齁 所以今天看到的齁 大家八二零八年都會發發發 好 耶 太棒了齁 好 來 好 來 現在再來幹 大家煮一件熟悉的米粉 大家煮一件熟悉的米粉 好 好 好 來 因為有時候齁 我們在過年幾天 我們是不是會有很多的肉跟魚 那我們這時候呢 我們的米粉 我們就可以煮樹形的 來 我們就煮樹形的 有 橄欖油先給我 對橄欖油 來 米粉呢 就是油要多一些些會比較香 我會建議到要用冷壓橄欖油 因為冷壓橄欖油 它還有豐富的A0EK 來 那下面那一包給我 這一包 對 對 你說要加什麼 加你愛吃的 加你愛吃的 真的 就是加你喜歡吃的 好 他會問包 他會說他不要爆香 不用 你就底下會會香 像譬如說像 假設你是指五昏的 蒜頭就先放下面 那用我們煮樹的 你就把香菇放在下面 那乾香菇不用泡水 用進水器的水洗一下 這樣子就好了 不然你泡水有時候 我們香菇水是不是倒掉 他真正的香味都在香菇水裡面 好 那我們就把它加下去 加下去完之後呢 來 那再來這個是山東大白菜 山東大白菜我就把它加下去 跟紅蘿蔔 就把它放下去 炒米粉是不是有些要一直擦一直擦 對啊 阿手又很痠 這個不用 這個只要把它放下去就好了 來 給我 然後 米粉 你把它泡水 然後用一點醬油 把它放下去 泡軟 對 泡軟 對 不是那個米粉是一包嗎 一包 一包 那個 通常 家裡五六個人一包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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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五六個人 對 十個人都有 對 對 好 來 還有一包 一包 那個要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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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很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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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叫發財菇 我告訴你 他真的要買這個鍋 然後來 你喜歡吃什麼你就加上去 金生菇 金生菇 加上去 對 對 對 好料都加了 來 對 清菜 清菜葉等下再加 清菜 這個醬油一點點而已 等一下起來再灑胡椒粉就好了 對 清菜 清菜葉 等一下 清菜葉不要把它加進去 清菜葉有這樣的功效 你也可以擦能 阿瑪也可以 等一下就是 搬在這裡 對 好 來 那個 清菜 好了 這樣就好了 那我們蓋鍋蓋 蓋鍋蓋 蓋鍋蓋就好了 蓋鍋蓋 蓋鍋蓋 好了 開到了 這是素食的 對 所以我才說他叫發財鍋 兩周小火 這樣我們做幾道菜了 這樣子 這邊 好了 這個已經好了 這個先請我們的那個 那個